在這個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之下 現在藍營有這樣的一個聲量突破 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啦 疫情如果再往下走的話 怎麼辦 會不會是 就因為你這樣講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疫苗 是因為是因為這個思考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疫苗目前的最新發展 現在口罩已經沒效了啦 笨蛋一切就是疫苗了 疫苗最重要 全世界都開始打 我們臺灣有沒有呢 好 我們臺灣呢 跟莫德納恰購505萬劑 那麼COVAX分配了476萬劑 第一波20萬劑疫苗 說三月要來嘛 目前還沒有看到 跟AZ呢 總共恰購了是一千萬劑 但是感覺上呢 這個AZ到不到的了 不太知道 光是這二十萬劑 COVAX分配的這個 在這個星期到得了嗎 但是呢 在現在好像有這個 作業失去的問題 在國際中看到 他們的那個廠 說這個產能來不及 但這個來不及 事實上在我看來也很怪 是不是也有外力介入 或是被別的國家攔截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所以說在臺灣什麼時候 可以拿到呢 此刻都還是個大問號 英國藥廠缺貨應變 那麼他們的國產疫苗 可以銜接 我們臺灣的國產疫苗 現在在哪裡呢 好AZ的部分 我們看到第一劑呢 產量減了百分之六十 第二劑呢 供貨砍半 一直都是不夠不夠的 一個狀況 所以我剛才講嘛 其實搶疫苗就是一個 憑國際的實力 國家的一個實力 中途攔截這個事情 我認為不是不可能 那麼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此刻不會有答案啦 我們只關心我們臺灣 還有另外是我們看到 這個民團說 兩岸一要合作協議 就是因為這個 所以呢 點點點點點 我們臺灣呢 才拿不到疫苗 所以復興才壟斷了疫苗 那麼楊智良呢 應該要切腹謝罪 今天呢我們跟他聯繫 本來這個楊署長 要來我們節目現場 他本來已經答應了 後來突然想到 啊 我今晚有個參會 所以他說他明天會過來 我們所有的網友鎖定一下 這個楊署長明天會到 我們的節目講清楚 不過今天他真的很生氣 你要批評他你要查清楚啊 這根本不是這樣嘛 當初是海基會海協會簽的 他說不是他簽的 他講了一句髒話 他說沒問題 我就是要講粗話 他非常非常的生氣 還有呢 這個疫苗來 我們上次有討論過 敢不敢打 醫護人員 講白了 他們說不敢打 他們也不想當白老鼠 吳宗憲今天最好笑 他說因為上次呢 他打流感疫苗暈眩 所以他告訴大家 暈眩啊 他一講暈眩 大家都不太去敢打流感疫苗 所以他有點半開玩笑了 他說這個新冠疫苗呢 怎麼樣會不缺呢 就讓他講一句話 啊我會暈眩 可能台灣就不缺了 這是開玩笑的啦 大家不要認真 也不用罵他 藝人 大家知道要製造一些 這個效果 大謙你怎麼看 我現在總共有個最新消息 蘇仁昌明天呢 要去專案報告 我們台灣最多可以買到四千五百萬劑 到目前為止 整理了最新的研發進度 還有採購進度呢 我們確定取得了兩千萬劑 那麼整體的採購會達到四千五百萬劑 然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中間細部的資料嘛 莫德納簽約是五百零五萬劑 AZ呢是一千萬劑 蘇貞昌明天去報告 應該是休有成竹吧 我覺得蘇貞昌當然在此時此刻 一定要做這樣的宣誓 但是其實民進黨騙台灣人民 也不是一次兩次了 如果他們說的真的可信 那麼其實台灣現在可能就已經 很多人打完疫苗了 因為在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陳時中就已經跟大家拍胸脯 保證說針對疫苗採購 政府已經有了超前部署 而且也有了口袋名單 我再重複一次他講的話 可是呢到現在為止 我們一劑疫苗都沒有 所以呢顯然所謂的超前部署 跟口袋名單 中間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 那剛才秀芳你講說 我們買到了所謂的兩千萬劑 可是你要仔細看一下 這兩千萬劑裡頭 大概有一千五百萬劑是AZ的 我還記得前兩天我們在這裡討論 陳時中敢不敢讓蔡英文 先打AZ疫苗 他為什麼要說蘇貞昌是第二順位 叫蘇貞昌來打呢 就直接蔡英文 蘇貞昌 陳時中三個輪著打啊 你看國際間都是這樣啊 對不對 你說像國際間上 沒有說疫苗拿來做要先保護總統 說總統不要打 叫院長先上來打的 這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連總統都沒有信心了 那民眾怎麼敢打呢 我覺得蘇貞昌怎麼想 而且更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剛才我們提到的 AZ疫苗自己現在生產就有問題了 所以你剛才問我說 這四千五百萬劑 到底有沒有可能 這四千五百萬劑 光是國外的這兩千萬劑 裡頭的那一千萬劑 可能就有問題了 還不要講國內的國產的疫苗 而且第二個部分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指揮中心在前兩天公佈了一個 三種疫苗的副作用的表格 結果這個表格被一位 這個台灣很有名的醫師 蘇一峰醫師 他從牛津疫苗小組的資料 再找出來做比較 發現這個比較結果完全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不一樣 我們昨天有特別整理出來 所以我要講的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 今天指揮中心心裡頭就有鬼 剛才這個龍介已經講了這麼多了 我就在這邊問一下陳時中部長 吳子佳董事長講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這句話不難回答吧 是或不是就這樣的答案 那為什麼指揮中心不敢去告 吳子佳董事長呢 為什麼當記者問到你的時候 你要四兩波千金呢 隨便哪一個人批評到 指揮中心的防疫政策 你們都要告了 吳子佳董事長講的事情這麼重大 為什麼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對 他說過年不要談這件事情 過年什麼事情都做 就是不談這個人 我覺得這什麼答案呢 就難道回答一下說吳子佳董事長的 講法究竟是真是假 究竟有沒有這件事 陳時中你都不敢講嗎 所以陳時中恐怕一點都不誠實 好 剛剛製作人告訴我說 我們在線上 這個楊哲良署長 謝謝 還沒好 他現在不是正在應酬在吃飯嗎 他願意出來一下跟我們視訊 稍後來問問一下這個他的看法 好 在中間我們先請這個孟凱看一下 蘇貞昌明天要到立法院專案報告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無謂的概念 收割的概念吧 先說明一下 明天是開議的第一天 然後呢就是我們安排了 蘇貞昌院長來做專案報告 那其中包括說疫苗 以及包括百億的這個豬資發展基金 這兩個專案議題他要來做報告 那黨團這邊也有分配到委員這邊來做質詢 那我們當然會為了民眾來好好的詢問蘇貞昌院長 你現在到底口袋名單以及疫苗的總共的狀況如何 但到目前為什麼還沒有收到明天專案報告的這個書面資料 而我只講是說 如果我用推估4500萬劑疫苗 這是怎麼推 不要是我這樣子講的話 如果說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說聲的叫做騙外行人 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一次在紓困1.0 2.0 3.0的時候 我們總共編列了衛福部有135億左右的疫苗的採購的經費 而提供採購的經費差不多120億 剛剛有看了一下現在全世界的疫苗的單價 有從3塊美金到44塊美金 所以我算一個平均值 差不多每支疫苗 你如果說是280元到300元左右 那120億除以280元就差不多4500萬劑 所以會不會是往回推估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這麼多錢 所以如果說國際上的這個疫苗單價 我們去評估我們去這個溢價的話 到最後我們最多可以買到4500萬 等於是我們有那麼多錢已經編列了 這個是已經匡列在那邊 舉债在那邊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已經談好了 這兩個是天壤之別 一個是說口袋有那麼多錢我可以買到 但另外一個是說你現在到底談了沒有 有沒有譜了 有沒有協定的 有沒有這個草案的 有沒有協議的 這一些如果明天蘇貞昌沒有辦法 有一個具體的時程承諾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是有一點點在糊弄 最後我只想是說 現在還是大家看的是什麼 今年最重要的就是疫苗 PASSPORT 疫苗的護照 所以呢只要任何國家你有打到疫苗 你有這個被允許之後 你就可能就有擁有這個疫苗護照 你就可以出國比較能夠這互相往來 那一樣台灣能不能在這一波變成是有疫苗護照的護體 我們能不能跟國際接軌 這取決於我們政府有沒有能力趕快拿到疫苗 我想這才是我們最關心的重點 好 大家已經看到了楊世良署長 目前正在線上 署長你好 有聽得到我嗎 你好 郭光你好 還有洪委員等等都 明天要來跟我們一起吃播 今天你沒有來有點損失 我們今天吃的超香的 法式三明治 沒有辦法 我當然希望 好 歡迎你明天來 但是我特別想問你 這一題因為跟你有關 我們看到這個疫苗問題在台灣已經變成一個 不是公衛的問題了 變成了一個政治問題 其中有民團指控就指控您了 您變成一個焦點所在 炮火所在 說為什麼台灣現在買不到疫苗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復興這個壟斷疫苗呢 台灣買不到BNT都跟你有關 說因為當初你簽了兩岸醫藥合作協議 所以導致這一切的一切 導致復興壟斷 導致台灣買不到BNT 所以結論很驚悚 叫做楊志良應該要切腹自殺 為此但這個團體才應該切腹自殺 所以我就說他們XXX 你要知道 我們因為兩岸簽了醫藥衛生合作協議 所以我們在去年的1月12號 根據這個協議兩岸要在防疫 這個醫藥衛生方面要能夠合作 因為有這個協議我們1月12號就派了這個防疫醫師 叫防米 防米什麼 還有我的老同事 那時候 H1N1的時候南部指揮中心的指揮 就是莊銀青莊教授 後來做林奇美的院長 1月12號就到了中國大陸的武漢 沒有一個國家那個時候可以派人到武漢區 不管是美國日本 WHO什麼沒有人到武漢區 他們到了武漢就發現 有某種程度的人傳人 所以他們呢 回來以後 到了20號 就請這個 那時候機關署的署長 今天也是機關署的署長 這個擔任這個指揮官 就是這個周志浩 以前我的老同事 然後到24號才成立了 由陳時中 擔任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這個主持 如果沒有這個 兩岸醫藥衛生協定 我們台灣絕對不會朝鮮 所以這個人 我是不是叛國啊 我還是殺了很多人 為什麼要我切禍自殺 所以我說他XXX剛好而已 要切禍自殺的是他 而不是我 對不對 然後還說大中華 我們兩岸簽這個 兩岸醫藥衛生協定 裡面沒有大中華這三個字 請你去看看兩岸醫藥衛生協定 這個協定現在還在 而且這個協定 來源是什麼 來源是 但是那個時候我到農務協A去 我們跟陳敏彰 那時候他們的部長 我們兩岸的專家 有一個畢母會議 有一個討論 就是說我們為了人民 不管是大陸人 台灣人 是為了人民 我們要在這一方面 我們要在這方面 跟這個健康方面要合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